央行第四季理監事会宣布 不会升息利率将联动七季 重现天律停在时尚最低的 百分之一点一二五 然而外界最关心的莫过于 打房政策 房子盖不停建案一直推 征服三度打房 但效果却不明显 看看试掉机构统计 第三季主要都会区新建案 总销金额继成长将近三成 为了符合民众的期待 央行加重大方力道 避免被囤房 扩大房市选择性信用管控 包含自然人购买豪宅 还有第三户以上贷款成数降到四成 购地贷款也降到五成 延续三波取消房贷宽限期 举例来说买第二间房贷款一千万 还款极限二十年 利率以百分之一点六来计算 以前有三年的宽限期 前三年每个月只需付约一点三万元 但在没有宽限期的情况下 每月就高达四点八万元 三年下来多付一百二十七点三万元 等于少买了一辆进口车 除了央行之外 内政部跟金管会也加入打房行列 政府三大部会全都动起来 努力实现居住正义 三级新闻许志雄方一详 林书贤台普到